好 各位观众 记者目前所在的位置是在台北松山机场的商务中心 那么在稍早呢 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一行人的专机在2点33分的时候 在松山机场降落了 那么稍后呢 他们一行人也将从机场出来之后呢 会搭向他们的防疫专车 那我们带您来看在我的左手边的这一台黑头轿车 他其实就是稍后森喜朗他即将要搭乘的防疫专车 那么其实后面还有三台的箱型车 那么其他的众议员也会搭上这三台的箱型车 那么其实这一次呢 除了森喜朗之外 还有另外九位是日本跨党派的众议员 他们也都会一起来到台湾 那么包含了像是岸信夫还有古乌龟司等人 都是长期支持台日友好的 那么这一行人呢 他们稍后从松山机场出来之后呢 就会一路直奔总统府 那么稍后四点钟就总统蔡英文来接见 来跟来自日本的好朋友 那么这一次会特地来到台湾 就是为了要来悼念前总统李登辉 其实李前总统在7月30号的晚间不幸辞世 那么当时呢 其实日本呢 也有非常大的这个反应 因为呢 李前总统跟日本是非常的友好的 连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都特地在首相官邸来致哀 那么孙喜长其实高龄83岁 还是特地飞到台湾当天来回 就是为了在稍后5点钟亲自到台北宾馆 来向李前总统致哀